在这钻石公主号乘客的包机就在刚刚已经是回到了台湾 不过特别的是这一次飞机直接就开进了飞机的维修棚 避免大家从空桥来通过 而现场也有一户人员穿着全套的装备 就是要替旅客来进行初步的检查 甚至呢旁边还有14台的救护车来待命 而最新状况我们就请接着告诉我们 主播持续带您关心这个钻石公主号 国人今天搭乘华航的包机返回到台湾 那么飞机在稍早接近十点钟的时候 是正式的降落在桃园国际机场 那么现在其实可以看到 班机已经被拖行到这个停机棚里面 那么其实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包括疫情中心的所有检疫人员 还有这个后续要进行检疫的医务人员 等等相关单位 其实都已经完全全部着装完毕 那么就是要等待可能机上的一些作业完成之后 那么乘客就会陆陆续续的来下飞机 那么来准备来进行后续的检疫动作 那么现在呢 其实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整个停机棚呢 整个里头呢 所有的人员是都全副补装的 全身隔离所谓的这个兔子装都穿在身上 那么等一下后续呢 这个乘客如果下飞机之后呢 后续的检疫动作就会正式的来进行 好那么其实我们就要来回顾 这一次呢整个华航的包机啊 出动的是七三七八百型的机型 那么机上呢包括了有三名的机师 还有工夫人员有四名 那么随行的医护人员有四名包含了一名医师 还有三名护理师 那么乘客国人呢 搭乘这一次的班机回台 总共有十九名的乘客 那么机上的防疫呢 当然是要做到滴水不漏了 那么不提供餐点 也不提供饮水 也不提供毛毯等等 枕头包张杂志等等都没有 好不过这次比较特别呢 是行程中啊 不开放这个乘客来使用机上的厕所 那么呢因此呢 机上也备有这个纸尿库 来供这个乘客来使用 好了那在这个座位的安排 其实跟上一次比起来呢 因为这一次人数比较少的关系 所以呢整个座位的安排上面 其实也弹性比较大 那么会依照这个旅客的身体状况 来进行安排座位 那么如果在登机之前的筛检呢 包括呢有这个额温高于37.4度 或者是这个流感快塞时 呈现阳性的部分 就会安排在这个专机的后段的位置 那么就是避免过多的移动 或者是过多跟其他人员的接触 造成不必要的这些传染的风险 那么其他包括过去14天 你可能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 就会安排在一个经济厂中段的位置 那么前段的位置 当然就包括一些无症状的 无症状的这些乘客 或者是在经济厂 在商务厂的部分呢 其实还有包括这些检疫小组的人员 医务人员 还有一些空服员等等 都会安排在商务舱前面的座位 那么一旦呢 这个飞行过程当中 这个有乘客突现身体状况的话 那么就会移植到隔离区 好 其实我们现在从画面上呢 这个搬进呢 是已经停到这个停机棚里面 来进行后续的检疫的动作 那么以上是我们在现场 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时间换个棚内 好 刚刚就听到了 这一次呢在飞机上 真的是大家都要穿着隔离衣 以及戴上护目镜 而且呢是一个人 坐一整排的座位 就是为了要彻底隔离 而我们三立新闻 也掌握了飞机上最新画面 我们带您一起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面的 台湾籍旅客总共有19位 是在日本的时候筛检 呈现阴性的旅客 现在在台湾时间 21号的晚间9点50分 抵达到了桃园机场 那么现在看到的画面呢 是魔术师陈日生 他在飞机上面 往桃园机场停机坪拍下去 那么虽然是还没有办法下飞机的 因为他们不走空桥 但必须要来把这个整个飞机 拖到维修棚里面 并且是由救护车 来把他们接到医院 去做进一步的检疫 不过陈日生非常的感动 他在机上也发表了一个言论 我们带您来听 感动了 他感动 从来没有一次降落回到台湾 这么开心过 我们平安回到台湾了 再次要谢谢所有的政府单位 所有的医疗人员 因为你们真的很大力支持 我们才有机会 平安包机回到台湾了 真的要感谢太多人 目前我们包机都很顺利 已经结束了 在战时攻准后上面的第一关 接下来我们要面临 回到台湾的第二关 不过没关系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相信台湾的医疗体制 我们尊重政府政策 一切就会平安度过 我们可以听到陈日生表示说 他从来没有一次是飞机降落在台湾 让他这么样的高兴的 他这一次的旅途终于结束了 因为在海上漂流了18天 现在终于回到家 回到了台湾 但是有没有注意到陈日生 他除了戴着口罩 护目镜全身穿着隔离衣之外 他其实后方还有旁边都是没有人 因为这架华航包机 是737-800这个机型 他其实可以载150几人 但是这一次只载了19位的乘客 再加上一位先前医师到日本的 以及有其他的4位医护人员 再加上其他的机组员 所以是非常大的空间来让大家做隔离 所以几乎是每一个乘客 都可以隔到至少一排的距离 而且通通是没有办法起来使用洗手间的 那么因此 我们可以透过陈日生的画面来看到 其实机上的一个状况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安静 但其实相信 各旅客的心情也像陈日生一样 真的非常高兴终于回家